第十五章 宗内大比 这个时候 远处的战斗已经分出了胜负 张家的舞者只剩下了寥寥五人 正在树林中夺命狂逃 叶西文身影一黄 跟了上去 可恶啊 怎么会这样 这些畜生 好不容易张家参与的几个人 逃脱了铁被银元群的追杀 刀疤脸中年男子身上满是血迹 都是和铁被银元王的搏斗的时候留下来的 如果不是果断的撤走 只怕他们要全军覆没 回去之后 让家主调集高手 将这些畜生一网打尽 不然难消心头之恨啊 一个张家的舞者咬牙切齿的说道 还有那个凶手杀了我们两位少主 实在是太可恶了 这次的事情也有蹊跷 那些铁被银元怎么会好死不死的 挡在我们的去路上 又一个舞者不甘心的说道 来的时候浩浩荡荡几十人 但是逃走的时候只剩下了五六人还活着了 杀死 统统都要杀死 碎尸万段 刀疤脸中年男子咬牙切齿的说道 你们只怕没有机会了 只听一声清朗的声音传了出来 张家的众人抬头一看 却见一个约莫着十七八岁的少年 目光清冷的看着他们 正是叶西文 是你 就是你杀害了我们的少主 存活下来的五个人中 也有之前那一队人马 认识叶西文 我们张家不会放过你的 你们以后都没机会回去了 叶西文冷笑着说道 小子你找死 那个刀疤脸中年男子大喝一声 抽出长刀 朝叶西文劈去 刀光闪烁 刀气逼人 虽然已经身受重伤 但是后天七重的武者到底是后天七重的武者 就算是身受重伤 等贤的后天六重的武者在这一刀下也绝难逃命 不过可惜 叶西文不是什么等贤的后天六重的高手 现在就算是那个刀疤脸中年男子巅峰状态 他都能斗上一斗 更别说现在重伤状态了 枪 叶西文瞬间抽出长刀 逼人的寒芒 要遮蔽人的眼睛 叶西文一刀劈出 心月斩 犀利的刀器劈裂开了空气 瞬间斩了下去 轰 那个刀疤脸中年男子的刀器 被叶西文的月牙刀器给生生击溃 一路直冲而下 视若闪电 竟是将奔雷手的精髓都加入了进来 那个刀疤脸中年男子根本就来不及逃脱 那个刀疤脸中年男子只来得及惊悚的 看着叶西文喊出 怎么可能 是心 刀光闪现 那个刀疤脸中年男子 直接被从中间劈成两半 鲜血喷洒而出 显然这个刀疤脸中年男子 已经认出了这一招 但是来不及 说出口 什么 怎么可能 只是居然被杀了 只是不是有后天七重的实力吗 几乎不比一些核心弟子要差了 怎么可能会被一刀斩杀 好可怕的刀法 见那个刀疤脸中年男子被一刀斩杀 顿时张家仅剩的几个人士气大溃 本来他们就是刚刚溃败下来的 现在连他们中最为厉害的刀疤脸中年男子都被叶西文一刀斩杀 他们不过是后天四重五重罢了 他们再也提不起抵抗的心情了 剩下的四人大喊一声 四散开逃 不过叶西文是绝对不会让他们逃走的 张家是青丰山上的两大势力之一 这些人都见过了自己了 如果让他们逃掉 自己恐怕真的会麻烦不断 甚至会面临张家的雷霆报复 香 叶西文提纵全身的功力 一刀将劈出 刀气纵横 快如闪电 在一瞬间就劈出了六刀 一个逃跑的张家舞者就已经伸手分离 叶西文几乎没有任何的停滞 长刀在手 横扫而出 速度依然奇快无比 带着一丝丝的雷暴声 披入了又一个舞者的身上 随着两个舞者被叶西文斩杀 剩下的两个舞者也没能逃脱 最后被叶西文杀死 终极武技的威力无穷 虽然奔雷手推演到完全之后 完全不下于一些终极武技 但是就杀人的效率来说 叶西文也不得不承认 还是新月斩更强一些 斩杀了最后张家的残余之后 叶西文算是松了一口气 不用再面临张家的追杀了 之后就算张家想继续追究 也要能找得到人才行啊 也得知道是谁才行啊 暂时摆脱了张家的纠缠 叶西文也没有要回去的想法 他还要在这里继续磨练半个月 因为半个月之后就是一年一度的宗内大比的时候了 宗内大比是宗内三年一度的盛大活动 不过参加的只有外门弟子和内门弟子两个 也分成外门弟子和内门弟子两个部分 外门弟子前十名可以晋升内门弟子 但是内门弟子中大比的前五名才能晋升核心弟子 一元宗中外门弟子好几千 内门弟子才不过是一千出头 而核心弟子才不过是一百多人 如果说内门弟子是一元宗中的精英的话 那么核心弟子就是种子 一元宗发展壮大的种子 一元宗之中大部分的高层都是出自核心弟子 说句夸张点的 就算是外门弟子和内门弟子全部死光了 只要核心弟子还在 那么就没事 还能迅速发展起来 但是如果是核心弟子中的人损失一半 那么一元宗都会元气大伤 可见核心弟子在一元宗中的地位了 叶家三个兄妹中 叶峰和叶如雪都已经是核心弟子了 只有叶熙文还在内门弟子中挣扎 核心弟子也不是每个人能晋升的 虽然不断有高手晋升到核心弟子中 但是绝大部分人依然没有机会 因为不断有天才崛起 想占那并不多的晋升核心弟子的位置 有时候不仅仅要讲究实力 还得讲究运气 到了二十五岁 如果还不能晋升核心弟子 那么要么成为一元宗中的管事 要么下山自谋出路 一旦晋升成为核心弟子之后 那么可以得到的待遇和以前相比 简直是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过是一百多人的核心弟子 就占据了起码一半的一元宗的资源 就占据了起码一半的一元宗的资源